我們可能就是請各位再看一下那個第六個單位 第六個單位在這裡 0601到0607 那裡面的話主要就是抓那個網路上的資料 有點像爬蟲吧 那爬蟲這個部分的話 當然分了好幾種資料可以抓去 比較簡單的就是像網路上什麼CSV 什麼JSON 什麼XML 那這些東西其實未來會 會蠻廣泛的被使用 尤其像政府機關或者私人機構 反正我資料放在那邊 你就自己再抓就可以了 那比如說有什麼管道 你可以查一下那個開放資料 關鍵是的話開放資料 那未來政府也是一樣 你可以查到開放政府 因為其實如果政府越開放的話 人民越沒有疑惑 不會想說到底他要搞什麼 做一些黑箱作業對不對 所以越開放大家越信任 也沒什麼好說的 像這次疫情也是一樣 反正你就越開放吧 大家就照著做就好了 也不會想說到底這數字是不是騙人的 OK哇台灣居然數字這麼少 哇那個看到美國跟 意大利的數字簡直嚇死 跟台灣一比哇 簡直不得了 OK所以為什麼會這樣 好那裡面的話各位可以看到 開放政府開放平台 裡面的話就一堆資料 那我是建議 我的習慣會從那個什麼 全部的資料集 點擊 底下就是顯示所有的資料集 全部資料集 我的習慣就按照什麼 單位 對啦不過我就按照單位不好分 我們我比較習慣是按照什麼 檔案類型 因為我們學習嘛 所以呢 我們主要是抓拿他的來當範例 那各位可以看到 目前使用的格式第一名是哪一個 CSV有沒有 就我們現在練習了 那其實為什麼很簡單嘛 因為他豆點嘛 其實就重溫制嘛 然後呢 eSale也可以開啟 只是說有可能開啟還是亂碼 如果是亂碼的話 你就把它改成AMSI 就OK了 非常簡單 而且跟eSale 基本上也可以完全的match 主要原因 那第二名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Jason Jason 第三名就XML 所以這三個剛好是我們未來要練習的 主要的格式 OK 那也就是說我們要練習什麼 如何把這些資料從網路上開放資料 把它抓取到我們的Python裡面 然後可以也許塞到資料庫 做後續的應用 做報表啊 做圖表等等的應用 OK 所以要怎麼做 第一個當然會牽涉到什麼 我們要找練習的對象 OK 那這邊一堆啦 所以回去你可以針對這三種類型 CSV 一堆 你可以自己去看 有哪一些 什麼GS 不動產 這蠻多的 你可以按照什麼 按照熱門程度 最新最舊等等的 那另外的話 開放資料裡面呢還有 Open Data Taipei 那其實我還蠻喜歡做台北市的這個資料 因為台北市的資料感覺比較熟悉 因為就在附近嘛 比如說呢你也可以找什麼 找台北市資料大平台 有沒有第二名 然後呢資料目錄裡面的一樣所有的資料集 那各位可以看到請各位一樣喔 找到哪裡呢 資料類型 那各位可以看到 他這邊提供的喔 有沒有資料格式類型 那第一名的話呢 不過你會發現喔 如果跟中央比起來 然後數量就少很多了 有沒有 這個就579 然後其他有這麼多格式 最多好像就什麼 也就是剛剛看到的 就是CSV最多 其次是XML 再其次就Jason OK喔 所以呢未來喔 當然我們下個禮拜要練習的話 請各位找到CSV好了 因為CSV 最多嘛 所以篩選 你就按篩選 找那個資料目錄 然後類型 按下篩選 那你大概跳一下 裡面這些其實都可以拿來用 我大概挑第三頁吧 第三頁裡面喔 我記得裡面有一個那個什麼 跟一般人比較有關係 因為我發現裡面好像有些資料 你用起來好像不見得很好用 我記得好像有 他又有什麼改版 裡面的話有一個資料叫什麼 那個 跟那個菜有關係的 那個公有零售市場 所以要不然就是可以找一下 看一下這裡面 或者你可以直接什麼 找那個雲端白板上面的 0601 往下找 這邊的話呢 就會有一個 台北市的公有零售市場行情 這邊有個連結 找這裡好了 不然他有時候變來變去 裡面的話呢 我如果希望呢 從這裡面去撈資料 顯示更多 這裡面的話呢 假如 這邊 有 從什麼 這應該2019年的 1月到7月14 然後他好像分好幾個檔 如果說我今天當然點下載 他就直接下載下來 你會發現喔 我會把它儲存 他是一個CSP檔 可是喔 如果我今天喔 每次都要下載 然後再把它開檔 很麻煩 而且如果他更新的話 那我勢必還要再去下載一次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直接乾脆從網路上抓 抓了之後直接處理就好 不用開檔 直接抓檔就可以 那這個要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啦 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預覽一下 裡面這邊有個連結 底下這邊就有了 比如說我想知道喔 蘿蔔 在不同的市場 應該會有不同的價格 那請問一下哪個 市場最便宜 所以喔 你不然下載之後的話 應該這邊就有 打開一下 看他是不是有亂碼 如果不是亂碼 他應該就是Excel 另存的 OK 那如果說我想知道什麼 比如說我想知道蘿蔔 比如說這個蘿蔔 其實喔當然你可以用那個資料裡面的 所謂的篩選 有沒有 其實就跟那個Slay一樣 Slay的裡面的話 你可以找什麼 找那個蘿蔔 然後呢 一公斤多少錢 你可以什麼 這邊其實你可以按照這個排序碼 A到Z就好了 有沒有發現 這個地方喔 西湖一公斤呢 這一公斤嗎 一公斤呢15塊 哇這很便宜 一公斤15塊 如果說呢 假設你最貴的是多少 星農 星農在哪 木葬 一公斤100塊 你怎麼差這麼多 OK喔 所以喔 如果從那個蔬菜啦 當然我們第一個喔 主要是希望能夠把它 直接從網路上撈下來 第二個的話呢 可以做後續的資料分析 當然如果要資料分析的話 還是要放在這個所謂的資料庫裡面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回去喔稍微再把這個開放資料的部分呢稍微了解一下 那下個禮拜就是先安裝喔 所以喔安裝一個外掛叫做request 這個request喔基本上 我跟各位講過啦 就是所有的外掛 所以下一次也會教各位怎麼安裝外掛 你可以到Python裡面喔 找到這個Python網站 那它所有的外掛都在哪裡 在這邊有一個叫派 上面一個派派有沒有 這裡面的話總共會有二十幾種這個外掛 也二十幾萬種喔 OK喔 通通都可以拿來做我們的 其中的話呢 我們這邊有一個叫request 所以你就在這邊打一個request st加s 基本上的話呢 這個就是了 那它的安裝就是打pipe install就安裝了 不過要怎麼安裝喔 因為時間的關係喔 我們下一個禮拜呢 再跟各位做說明 回去的話也許請各位先把那個 畫面先放 先把那個今天資料庫部分熟練 因為之後一樣會直接從網路上抓資料 然後直接就塞到資料庫 做統計分析 所以回去的話 請各位還是務必把前面的東西先熟練 那你後面再銜接 那當然相對就比較沒有問題 OK喔 那不然的話喔 那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先到這裡 那一樣我會把那個影片上傳到YouTube 請各位回去再多 也許把細節的部分再看一下 如果有問題的話 你可以在那個影片下方直接問好了 不然的話 我現在不太知道說大家有沒有什麼盲點 OK